在美国什么样的房子不能买呢? 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在罗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很多人在房产上面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这里为大家列一个提杆 属于抛砖引玉 第一个就是在市场上长期卖不出去的房子 比如说一个房子如果半年都没有卖出去 但是它在价格上又看起来是合理的 那么就说明市场对这个房子存在疑问 或者有大多数人都不看好的原因 可能这个原因你没有发现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 作为卖方来讲的话 它可能有很多种解释 让你看起来合理 但是这些往往都可能是一种掩盖 第二种就是具备负面环境因素的 那么这个是指什么呢? 比如说在山火区或者是在洪水区 或者是比如说有花工厂 这种可能对房子或者是健康都有潜在性的危害 第三种就是建在斜坡上的房子 这类房子可能会面临地质或者结构的挑战 比如说土壤的侵蚀 或者是地基的不稳定 咱们都知道有一种力量叫做重力 如果整座城市都是这种斜坡 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挑选 但是如果是这个城市大多数都是平地 那么只有几条街是斜坡 那么尽量的就避免在这种地段买房子 第四种就是能源的这种效率差的房子 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它有隔热不良 或者是它的供暖 或者是冷气的系统就是过时 那么你可能会需要花费去改造 然后可能也会导致 比如说高昂的电费账单 或者是燃气账单 然后也可能会导致生活的条件 这种不舒适 第五种就是缺乏一些许可 咱们其实看很多房子 都是比如说这个地方没有permit 就是没有许可 那么这种它会有一个潜在的风险是什么 比如说因为电器的问题 导致房子比如说着火 那么你在保险索赔的时候 可能会有问题 然后或者就是说要把它还原 这样都需要额外的一个成本 第六个比如说有一些问题的历史 比如说它曾经就是被 比如说害虫破坏的很严重 或者是有霉菌 或者是被种过树叶的 那这种可能存在就是对健康有风险 或者对房子有持续性的这种问题 第七个就是它的价值因素 比如说当一个地区 它的房子明显的高于它的中位数 甚至是最贵的这种 也就是咱们华人经常可能会考虑 就是希望有一个豪宅 但是又不想花费太多 那么可能会在比较差的地段 去买一个高价值的这种房子 那么这种呢 其实我们是应该避免的 它可能是一个糟糕的这种投资 第八个呢 就是需要这种高维护成本的这种 比如说呢 你有各种景观 对吧 有大型的这种花园 泳池啊 不断维护啊 甚至说这个房子 用了很多定制的材料 坏了之后呢 你很难找到相同的替换 你可能要整片的都拆掉的这种 这样呢 其实也是需要避免的 那么第九个呢 就是它的布局的问题 那么有一些房子经常听客人讲 比如说这个房子三千多尺 为什么看起来就像两千尺一样 那它基本上就是布局的问题 那么这种房子呢 可能会居住不舒服 并且呢 它其实是很重要的房地产的一个因素 会降低它的房产价值 第十个呢 就是结构性的问题 比如说呢 在咱们看房子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到 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比如说开裂 然后屋顶的损害 甚至说有长期的漏水 那么这些呢 第一个可能面临比较昂贵的这种维修 另外呢 就是你不能保证 它未来没有潜在的问题 下一个呢 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差 比如说呢 房子其实我们总是讲地段地段地段 那么位于一些不好的地段 比如说犯罪率高的地方 就是等等这些因素所带来的 比如说环境问题 安全问题 那么将来对于 比如说再次的上市 可能就会面临一些困难 这种呢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糟糕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以上的这些呢 就是抛砖引玉 大家其实可以注意 当然了 咱们也可以就具体的问题呢 来互相探讨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我是Chris Liu 咱们下次接着聊